一段婚姻往往南方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毕竟在生活中其实很多的时候,女方还是处于被动的位置。 因此,一个女生如果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能遇到一个乖巧听话,又很是疼爱自己的老公,真的是三生有幸了。 尤其是在婚变频发的娱乐圈,这种现象就是显得十分迷足可贵。 比如有许多明星夫妻表面上看似都是客客气气的,但实则私下暗潮涌动,各怀所思。 所以现如今的观众对于很多明星在公开场合秀恩爱都保有适宜的态度,即怎么看,怎么像是作秀。 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一对却是一个例外,她们就是杜江与霍思燕。 尤其是对霍思燕,想必大多数网友都非常的熟悉,因为霍思燕属于成名比较早的那一批女星, 她不仅演技高,而且身上有着点心的东方女星的美,就是演什么都非常的有气质,掌心悦目。 举其刚刚出道时期的霍思燕其实就已经饰演了许多经历的角色, 随后她更是凭借《我要成名》入围金像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 在区内可谓是相有名气,尤其是在李冰冰周迅等一切花坛离开之后, 霍思燕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皇帝一姐的最佳人选。 但让大多数人没想到的是,霍思燕在自己事业当红的时候, 却选择嫁给了一个家世以及名气都不如自己的老公杜江, 更后况对方的年龄还比自己小很多, 因此刚开始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数网友都不看好。 其实在这期间,杜江也没曾想过放弃, 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给女方带来幸福, 与其一起面对飘忽不定的未来, 还不如让霍思燕去寻找更好的人选。 但是霍思燕却不这么想, 她认为这些都不是什么理由,努力劝解杜江。 2013年的时候,两个人终于排除万难, 未婚歇孕,随后便结了婚, 而且就连杜江也没有想到, 霍思燕结婚之后,竟会是这么个顾家的人。 孕妻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 霍思燕不顾一人形象,胡吃海喝, 把自己活生生吃了个二百斤的大胖子。 但霍思燕对此却毫不在意, 她觉得为爱的人生孩子遭多大的罪都是应该的, 而杜江也不是人所望, 就算是妻子已经胖成一颗, 圆滚滚的小球她也毫不懈弃, 反而把对方捧在自己的手心当宝贝。 后来,两个人的儿子小恩公慢慢长大, 杜江带她去参加了热门亲子类的节目, 爸妈回来了,以及爸爸去哪儿。 她可爱帅气的模样, 以及小小年纪, 却优于常人的情商, 不仅让她成为了当下最火的小童星, 甚至连自己的老爸老妈都为此劝了一波粉。 而且如今已经四十多岁的霍思燕, 不仅有老公的疼爱, 还有儿子的独丑, 可谓是人生的大银江啊。